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正得佛法阎了 大方光是李 临心见心 佛法阎是思 就是一正法界 佛是一正法界的正报 法阎是一正法界的一报 如来谷地上的一正庄严 那这个法你想想看多么重要呢 在本经清凉大师分为四分 信皆行政 首先 这是昨天跟诸位报告过 今天再提一提也不碍事 我看看今天也有一些同修 昨天没来的 如来说法的善巧 我们要学习 如来是第一个 先把古报端出来 让大家看一看 让你相信 那个古物不好 你怎么说 人家的信心都生不起来 比如我们种瓜 种果 种得非常好 我们有方法了 这收成 把收成展现在大家面前 开一个展览会 让大家来欣赏 让大家来欣赏 看到这么好的果实 他就想要来跟你学了 你是怎么种的 所以佛 先将皮诺诈娜佛的一正庄严 展现出来 给你看 同样一个道理 释迦摩尼佛当年在世 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 他本身就实现的国报 如果这个国报不殊胜 人家看到释迦摩尼佛 掉头就去了 谁愿意跟你学 诸位想的 在那个时代 他们的生活方式 树下一修 日中一时 天天到外面就脱拨 过这种生活 一天吃一餐 世界一般人 三餐都不够 吃午餐 佛跟这些学生们 一天吃一餐 吃的那么简单 而营养那么好 我们在经上看到 佛是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现在来讲 美男子 人人 人人看到 人人喜欢 都愿意亲近他 舍不得离开他了 他的古报端出来 给你看 所以 讲经说法 有那么多人在听 我们今天也坐下讲台 这个面孔瘦瘦的 干巴巴的 人家一看到的时候 哎呀 信心完全没有了 说得再好 也没人相信 所以我们要想利益动身 用什么方法呢 先把自己修好 你看连世俗 人都说 相随意心转啊 第一个 我们要把相貌 转过来 我学佛了 学了半年 学了一年两年了 相貌跟一两年之前 绝对不一样 人家一看到你 而且那个相貌 越来越好 越来越年轻 你是怎么保养的 我是念阿弥陀佛保养的 大家不都念佛了吗 你不拿出个样子给人看 那怎么行呢 体质身体健康长寿 我们常讲啊 不生病 不老不病啊 这是世间人 最令人羡慕的 特别是中年以上 他最羡慕的 就是 不衰老啊 不生病啊 健康长寿啊 有钱都买不到啊 天天去找医生 天天去吃不平 越补越坏 越糟糕 我们能够把这个样子 形象转变过来了 你就能影响 许许多多人 这佛法才能新龙啊 才能够普遍 在这个世间弘扬啊 我们自己转不过来 说法谁听呢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法门 自己要真干 从自己做起 我们先不能要求别人 先要要求自己 我们自己能不能跟大方光相应 所以我们这次讲经 我们的总题目 是学为人私 行为以示范 我们想想这八个字 我们能不能给社会大众 做表率 做榜样 凡是不能的 立刻要修正 凡是可以的 那就认真抱持 这才能自动读它了 才能帮助社会 才能够利益众生啊 这经不是空谈 一定要我们认真努力 去做到 说到做到 读到做到 听到做到 希望我们在这个 短短的三五年时间当中 我们这样不间断的讯息 真正能把自己的命运改变了 我们也得到华言的真实受用 其实这是这样的法 这个法太妙了 太好了 第三个字 广 广是用大 刚才说了 用如其体 无不周变 它也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能包 一个是能变 能包 就是刚才所说的 星包太虚 能变呢 就是亮周杀戒 提相用 是一二三 三二一 称提之相 称提之用 就周边发尽 但是 哪一个现象 哪一个作用 不称提 没有啊 决定找不到 不佛菩萨 他们觉悟了 他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称心 都跟心体一样 周边发尽 我们反复 迷失了自信 我们反复迷失了自信 即使 悟到众生 地狱悟鬼出生 他们齐心动念 一切造作 给诸位说 也是周边发尽 不能说 悟了周边发尽 迷了就不是周边发尽 那这个四无障碍 讲不通了 信得的圆满 也讲不通了 迷雾都周边 一个是自己 知道周边 一个是自己 不知道周边 过去 未曾听人 讲过 也没有读过 这种大经 这是不思议的大经 今天我们读到了 听到了 然后再晓得 我们的齐心动念 你一个善念 周边发尽 一个悟念 也周边发尽 怎能不谨慎 断卧修善 是我们眼前 最重要的修舍 与自信提相作用 就是大方广相应 这是至善 直与至善 如果你要是不会 也有个变通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念 南无阿弥陀佛 你对于四十真相 这些道理 是一点都不小的 只要你专心念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心里头一个杂念 都没有 也是至于至善 这个至于至善 怎么个想法呢 念佛将来一定见佛 楠英镜上说的好话 一佛念佛 一是想啊 所以有同修常常告诉我 妄想太多 杂念太多 问我怎么办 你想我怎么办 这个事情 你问佛 佛又没办法了 问题在你自己呀 佛说得很好 你打妄想 打妄想不怕 你把那个妄想转变一下 想佛 那这就好吗 不要想别的 想佛 把你那个想的境界 你所想的境界 换一换 换成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曾经印了很多 这个小的佛像 卡片的佛像 就是希望自己常常戴在身上 一打一遍妄想 赶紧拿出来 看看佛像 想佛 这个经念的很熟呢 想静 想佛在经上讲的话 你想这些 就好嘛 不叫你断妄想 妄想是断不掉的 换一个对象 这是个好办法了 你常常想佛 常常念佛 这个念 是心上有佛 不一定挂在口上 口里头阿弥陀佛 心里头还打妄想 那什么用处 那没有用处 口里不念佛 心里想着佛 想着佛的教训 那叫真真念佛 那真念佛人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你见到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就迎你入大方光 就帮助你震佛化炎 这是一条经路 所以妄想多 不要害怕 越怕越糟糕 越怕妄想越多 不能解决问题 一定要把妄想换成阿弥陀佛 那么这样就好 那么这是说到 这个广的这个意思 作用的 佛是古道 佛也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能诀 佛犯作觉者 这是诸位同修都知道的 但是跟你讲 能觉所觉 未必你知道 能觉是人 所觉的是什么 所觉的就是大方光 大方光就是真如本性 大是真如本性的体 方是真如本性的相 广是真如本性的作用 这三个字是体相用 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 所觉 所以能所是一 不是二 如果能所是二 那就变成哲学了 哲学里面有能有所 佛法里头虽然讲能讲所 能所是一不是二 所以过去欧阳靖吾说佛法不是宗教 也不是哲学 为什么不是哲学呢 佛法能所是一不是二 但这不是哲学 后头他说 而为今世所必须 确确确确实实唯一由大方光佛华也能够解决 现在一切社会的疑难杂症 这个社会 神仙来了也解决不了 上帝来了也束手无策 大方广能解决 确确确确确确实实能帮得上 人人都明白 人人都觉得无量 这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觉如果落在四项上 我们现在讲落实 如果落实来讲 世间法跟初世间法 绝对作用是世间法 通达世间法 明了世间法 端正世间法 端正是改正的 一切错误的 他能把它改正 那个觉知体呢 就是真理 佛法里面所讲的原理原则 我们世间人所谓的真理 这支体是真理 这的作用是应付 复杂的社会 经商也有说 自觉觉他觉醒圆满 这个三种觉到云人无碍 到一二三三二一 入了这个境界 就叫做妙觉 妙觉就是经商这个佛子 所以这个佛是究竟圆满的果位 三觉五碍 三觉五碍 三觉一体 古大了 花这个字 阴大 这里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代表菩萨六度万恨 这个行 念去身 念恨 念恨 当动词用 念行是名词 念恨是动词 他要做到 要把它实现的 六度一展开 无量无边的行门 而且这六个纲目 是交叉的 是圆融的 一法就是一切法 比如说我们说布施 布施里面就有持戒 有忍辱 有精进 有禅定 有薄弱 不是单纯的一个布施 圆满之错 说持戒 持戒里面有布施 有忍辱 有精进 有禅定 有薄弱 任何一法 都圆满居足 一切法 所以发发圆融 发发周遍 清梁大师 跟我们说华言 欧洲英国 说得好 那个周就是周遍 周遍发界 阴中有谷 谷中有印 所以是 应该谷海 谷彻音源 一个阴里面 含一切阴 一个谷里头 含一切谷 不可思议 谷中有印 阴中有苦 画里头含这意思 可是画里面呢 还有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 庄严重相 我们从赶古 这是用花来表发 让你看到这个花 就想到要修习 我一定要修六度万恨 无论在什么地方 不是说摆在佛 佛堂 供养佛这些花 是表发的 佛堂以外的花 不是表发的 那你这样学佛了 就变成佛呆子了 佛堂你懂得 离开佛堂 就不是了 就完全不回 完全又回去了 必须在佛堂里面 学到的 离开佛堂 统统会用 那你就真的学会了 无论在什么地方 见到花 你就想到 我要修菩萨行 花是提醒我们的 不但你看到外面 这些草木之花 提醒你 看到花的话 一样也提醒你 看到人穿一件花衣服 一看 我一看 我要修六度万恨 岂不时 这花都在这里说法了 极乐世界六成说法 我们现前六成 何常不说法 只是说法 我们自己不懂 不能体会吧 如果能体会 我们这个世界 跟极乐世界 有什么差别 佛在这个境上 教我们这些 另外还有 庄严深的花 人喜欢穿这个花的衣服 喜欢配这些鹰鹿 古时候 你们看看唐朝 我们在顿黄看到很多唐人的话 唐朝人 不但女子喜欢戴花 男子也戴花 你看他戴着帽子 帽子上插花 男子也戴花 那么这种花呢 庄严深相 我们看到这个相 要晓得 要晓得 等等庄严 自己身下的是什么 德行 你修学的 有功德 有智慧 庄严深相 这是花了 尤其是 我们刚才所说的 相随心转 你看你学佛了 学佛看智慧 人就显得智慧的相 庄严呢 比你戴什么花了 都还更充实 那花是假的 不见得是真的 拿掉了 身上就不庄严了 智慧的相貌 那永远拿不掉的呀 你修清净心 你说清净的相 你修慈悲心 慈悲的相 相随心转嘛 你心里头有忧虑 显出了忧虑的相 心里面有苦恼 苦恼的相 不一样啊 我们这个相呢 千变万化了 不是一个相啊 千变万化了 如何能保持 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的 好相 这也是花的意思 我们一看的话 我们要想到 我们这个身 相貌 像花一样 那么美 体质 也像花 那么样的完美 飙发的意思 所以这个花的时候 有这么两层意思 我们都要懂 以言这个字 经上第六个字 以言这个字 前面说了 这是比较智大 真神智慧 佛在无量寿经上 告诉我们 助真社会 这是以言的意思 以六度 我们尽踪成立之后 我为自己 为我们同参道友 定了修行的五个科目 五个科目 好记 三福 六合 三学六度 十八愿望 五个科目 五个科目 常常记在心里头 齐心动念 厨师 带人 借屋 都要将这五个科目 落实 认真 努力的去做到 这就是 庄严我们的身体 庄严我们的信德 也就是 庄严大方光 第二个意思 以我们修学的功德 庄严严佛法 庄严众生 这就是无量寿经人讲的 庄严佛法 慧于真舍之意 我们对佛将求供养 我们拿什么来供养佛呢 普贤菩萨在行念品里面告诉我们 如教修行供养 我们将佛的教会真正做到了 这就是上供守方佛 真实的供养 如何能下祭三图苦呢 我们认真修行 将修行的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那是真正的下祭三图苦 可见的 能供养 能祭苦 都在自己真实修学的功夫 你自己不真修 你拿什么去供佛 拿什么去度正身 上报私重恩 下祭三图苦 只是口号而已 不能落实 真正落实 一定要自己真修 我过去在江西当中说过 今天 世界动乱 人命极苦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自己修行不好造成的 这个道理 这个四十真相 几个人懂得 几个人明了 觉悟的人懂得 明白的人知道 看到这种现象 赶紧回过头来 自己要认真 努力修修 读经 明白教义 生活 一教奉献 我们要求 我们要求社会安定 要求一切众生 过幸福 美满的生活 从自己本身 认真修行 做起 那么换句话说 本身如果不能够 歧如大方王 不能够证得 佛华严 这种动乱 疾苦 你就无能为力了 知道的人多了 明白的人多了 都能够回头深谙 一定要回过头来 责备自己 从自身做起 这才行 那么这是提上 引言的意思 幕后一个字 这是金 金是较大 教学广大 也跟前面意思一样 静虚空变发界 较大 静虚空变发界的相 我们凡夫体会不到 但是这是事实 一个众生 齐心动念 极其微弱的念头 诸位要晓得 这个念头的根源是什么 根源是心 心动 心是什么 心是发界 心包太虚 亮周沙界 心动 就是 静虚空变发界 都震动 我们在此地 讲华严间 哪有不震动 摄放的道理 摄放世界 一切诸佛如来 哪有不放光 照我们这个道场的道理 同修们坐在此地 深欢喜心 这个欢喜不是我说的好 不是的 为什么深欢喜心 沐浴在一切诸佛光明铸造之中 你得发喜 这样的神经 如来古地上的境界 我们能说出几分 得佛力加持 不得佛力加持 凭我们怎么能说得出来 若不得佛力加持 我们也听不懂 能说能闻 能听得懂 能听得欢喜 都得佛力加持 佛光不照 这些都是四十真相 这教大 那么在我们 反复眼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教大 这个教是社会教育 今没有在学校讲 没有对哪个班级讲 对社会大众讲 面对着我们这边 这还有两三台的摄影机 我们很清楚 这个录像带 他们会拿到电视台去广播 会拿到 卫星这个电脑网络里面去传播 也传播全世界 较大了 七个字多大 而古人 这个清凉离场者 他们说的意思 周语 每一个字都说了十个意思 太麻烦 我们就把它省留掉了 如果说是这个大 这个大了 它大说什么意思 方也说什么意思 广也说什么意思 配华严经 圆满法轮 华严经是用识来表伐 识不是数字 代表圆满 我们这个数目字 从一到十 是一个圆满的数字 那么佛用数字代表圆满 用十这个用得多 用齐也用得多 像弥陀经上都用齐 齐是代表圆满 不是数字 如果当做数字 如果当做数字看呢 那就把它看死了 齐是代表什么呢 通常我们讲四方上下 再加上当中 这就圆满了 齐是代表四方上下当中 表这个意思 统统都是表圆满的 这是我们在佛经里面 常常看到的 要知道它的意思 这个古得了后面的详细说明 我们统统都把它省掉掉了 经题就跟诸位介绍达词的 那么底下这是经的翻译人 诸位看这个经本 在佛法里面叫做人题 就翻译这个人 唐于天国三藏沙门 视察南陀仪 佛经原本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 原本的经文是印度的古文 我们称为凡文 凡文所显的 释迦牟尼佛灭渡之后一千年 佛教传到中国 这是汉朝 后汉 永平十年 永平十年 公元六十七年 公元六十七年 《华严经》传到中国 是在东晋的时代 东晋的安地 一夕十四年 一夕是年号 中国古时候 帝王他都有年号 像这个清朝 末年诸位还能够记得 像这个光绪宣童都是属于年号 我们《杜佛经》的人 比较常常看到古大的著书 像康熙 永正 乾隆都是属于年号 朝代的年号 安地一夕十四年 公元四百一十八年 这是《华严经》最初传到中国来 印度有一位法师 叫智法林 他把《华严经》带到中国来 是一个不完整的残本 总共有三万六千计 祭宋是一个意思 三万六千计 那么当时 由佛陀波陀罗尊者 翻成华文 我们称为晋经 一共有六十计 这是现在三种华严 这是第一种六十计 那么晋朝 一夕十四年 居立我们现代 我们今年公元是一九九八年 居立我们现在是一千五百八十年 一千五百八十年前 印度梵文的《华严经》传到中国 第二次是在唐朝 武则天的时代 武则天做了皇帝 把过号也改了 他不叫唐 他叫周 大周 所以这个八十华严也叫大周经 诸位在看的大周经 就是八十华严 是他做皇帝的时候 那么在正圣元年 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 他这个年号改了好几次 在正圣元年 公元六百九十五年 居立我们现在一千三百零三年 这是十叉南陀尊者 也是中国礼聘到中国来的 那么他戴了繁文的华严经 比上一次传来的分量多 多了九千瘦 所以他带来的总共是四万五千瘦 差不多是一半 那么翻成华文 这就是八十卷的华严 我们现在所作的这个本子 舍察南陀翻译 在中国当时有几个很著名的法师 像义经法师 他曾经到印度去求求过 还有一个华严宗的第三代的祖师 新手过世 都参加这次的翻译 参加八十华严的翻译 那么这是值得提一提 到唐德宗的时候 真云十二年 公元七百九十六年 印度有一个小国 向德宗皇帝送了一些礼物 那个时候叫朝贡 进贡贡品 就是送的礼物 礼物里面有华严经最后的一品 就是入伐戒品 也就是普贤行愿品 这一品经完整 没有欠缺 非常非常难得 真云十二年 距离我们现在 是一千年百零二年 这是末后四十华严传到中国 由寄兵国的三藏法师 伯洛主持翻译 在当时首都 那个时候首都 现在的西安 那个时候叫长安 就是现在的西安 在西安 大从佛寺 翻译成 入伐戒品 不叫入伐戒品 入不思议泄托 进阶 普贤行愿品 我们称之为四十华严 四十卷 昨天跟诸位报告 我们这次在一起共同学习 我们采取八十卷的前面五十九卷 然后借着采取真元的四十卷 总共九十九卷 这是我们华文译本里面 最完全的华严精 那么这个精疊 原本在现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识穿 已经没有了 可以说最完整的华严精 是华文的一本 非常值得 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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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已经有很大的贡献 一般同学们 最喜欢念的 《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他翻译的 他的历史传记 我们也把它省略掉了 如果诸位要想知道呢 这个华严精注解里头 有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注解的也都有记载 那我们再看了 那我们再看了 本经的这个品题 第一品的品题 世主妙言品 第一 这个是 是指的时间 你看我们中国的文字 这个是 是三个时 三十年 叫一世 我们中国古时候 说这个是 三十年是个阶段 三十年叫一世 这是说的时间 时间 世间 也叫做世界 这个间是讲的空间 界也讲的是空间 那么世间或者是世界 这两个字和起来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时空 时间与空间 时空就包括了一切主法 一切法了 都离不开时间和空间 所以说世界和世界呢 两个意思 很深 那么在佛法里面 讲这个世界 有三种 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呢 叫气世界 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环境 我们的生活环境 物质环境 那么这个叫气世界 第二种呢 叫众生世界 也叫做有情世界 那么有情的众生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动物 这里就包括了六道 那至于包括九法界 九界有情众生 除了六道之外 声闻原觉菩萨 那么这些菩萨都是舍法界里面的菩萨 我们称之为全教菩萨 我们称之为全教菩萨 第三种呢 知证觉时间 知证觉呢 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古报 我们经常讲的佛 我们经常讲的佛了 这三种世界呢 这个气世界呢 就是佛教化的地区 佛教化的区域 众生世界呢 就是佛所教化的对象 知证觉世界 就是能教化的人 这是佛 佛说经 佛能教化 这是三种世界 这三种世界都有主 主就是他在这一个地区 一段时间当中 他能坐得了处宰 法号使令 在一个国家里面 这个过往 现在的总统 这是这一个国之主啊 那么这是众生世建筑 这个气世建筑呢 会神 华业经上我们看到很多 像这个地神 地神是管土地的 城隍土地公啊 都是地神的 这是这个气世建筑啊 山神 水神 树神 在华业经里面 我们看到了 将近四十种啊 这个都是说一个 气世建筑 那么众生世建筑 经上讲的 参加法会的这些过往 这里面有天王 这个世建的过往 都来天津 都来文法 拥护道场 护持佛法 他们是众生世建筑 佛 也比喻这个意思 佛与法自在啊 无有一切障碍啊 所以佛称为法王 法王呢 就是知政觉世建筑 这个知政觉呢 包括了声闻 原觉菩萨 那佛的智慧是最圆满 声闻 原觉菩萨 都以佛为老师 都以佛为尊 以佛为领导人 所以佛是知政觉世建筑 这是世主 世主两个字 今天时间到了 这个庙爷呢 我们明天接着再向诸位报告 谢谢 谢谢大家